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民法概要 各位好 欢迎继续收看 民法概要第十讲的播出 本讲次开始跟各位介绍 载篇各论的有名契约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讲次分四个单元跟各位介绍 我们先看本讲次的课程大纲 那么第一个大纲在各概说 那么分两方面跟各位说明 第一方面各种之在的结构 第二个介绍三个重要的名词 那么第二个单元买卖契约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什么叫做买卖契约 第二个效力的规定 第三个单元赠与契约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什么叫做赠与 第二个效力如何 第三个有哪些撤销的原因 第四个单元租赁契约 我们先介绍租赁契约的概说 效力和消灭 那我们先看各种之在的结构 那么民法的第二篇在分成两张 第一张通则第二张各种之在 那么通则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分别规定了在这发生标的效力 多数债务人债权人 债的移转债的消灭 那么第二张各种之在的一共分二十七节 那么分别介绍二十七种有名契约和两种证券 这次我们要开始谈民法再编个论的时候 先给各位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观念 那么再接着看三个重要的名词 那么第一个什么叫做无名契约 在各的二十七种契约都是有名契约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契约总类 绝对不止这二十七种 那么法律上没有为明文规定的契约 只要它不违反法律强制禁止规定 那么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我们也都承认这种契约 那这个叫做无名契约 比如说我们在广告 那么利用他人的姓名或者肖像 那么这个民法再各并没有规定 但是它也是有效的 那这是列在无名契约的范围里面 那无名契约就是说 那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就按照契约的约定 如果没有定得很详细的话 就比照有名契约的类似的契约来准用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的话 那就看这个无名契约是有报酬还是没有报酬的 如果是有报酬的话 再准用买卖契约的规定 如果是没有报酬的话 就准用正与契约的规定 那么再看第二个名词 混合契约 混合契约有两种 第一种是有两个以上有名契约的要件 混合而成的一个单一的债权契约 比如说 那么租车子 但是出租人还资源司机 变成一个契约 那这契约里面包含了一个租车的租赁契约 加上资源司机的雇佣契约 那这两个合在一起 混成一个契约 那么第二种混合契约 是由有名契约的要件和无名契约的要件 混合而成的一个单一的债权契约 比如说 一个租赁契约 但是附带有押租金的约定 所以租赁契约是有名契约 押租金的约定是无名契约 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单一的混合契约 第三个叫做契约联历 是由数个契约互相结合 而不失其个性 这叫契约联历 跟混合契约不一样的地方 混合契约是一个契约 契约联历它还是好几个契约 那么比如说 那么买家具才租房子 这个时候叫做契约联历 买家具是买卖契约 租房子是租赁契约 这个不是混合 而是契约联历 那么看完了这个三个 谈契约之前的重要名词后 我们就看第一个重要的有名契约 买卖契约 那么甲和乙 买卖房屋 价金一千四百万 那么这个契约的当事人 一方叫做出卖人 一方叫做买售人 所以什么叫做买卖契约呢 就是出卖人和买售人约定 出卖人将屋交给买售人 买售人支付 价金一千四百万给出卖人 那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就叫做买卖契约 买卖契约成立生效以后 发生的效力如何呢 我们先看对出卖人的效力 第一点 出卖人有移转财产权的义务 这是出卖人的最基本的义务 在不动产的买卖 那么要有书面要登记 动产的买卖要交付 权力的买卖要移转权力 这是出卖人的第一个基本的义务 那么第二个义务呢 有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要担保 他卖的东西没有缺点 有缺点就要负责 那么辖卖担保责任分两方面 一个是权力的辖职担保 就是说出卖人应该担保第三人 就买卖的标的物 对于买售人不得主张任何的权利 也就是说出卖人要担保 他卖的东西权力是存在的 如果出卖人违反的话 它的效果主要就是给付不能 和不完全给付的问题 那因为要这样子 所以那么买售人就可以解约 或者请求损害赔偿 那么第二种辖担保责任 就是误的瑕疵担保责任 也就是说出卖人对于买售人 应该担保他的误 依照规定危险移转给买售人的时候 没有蔑司或减少其价值 通常效用或契约预定效用的瑕疵 那比如说买雨伞是能够遮雨的 如果这雨伞一碰到雨 这个伞就破掉了 那么买这个配眼镜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结果配眼镜配了以后 反而人看得更模糊 那么买的热水瓶是能够保温的 结果热水冲进去以后 那么不到一小时就变成冰水了 那这样都是有瑕疵的这个出卖人要担保 这个物呢没有这样的缺点 那我们举一个实例呢 来各位说明这个物的侠担保人的效力 我们常常在这个商店里面看到一个牌势 说货物出门 盖不退换 那么请问这样的一个牌势到底效率如何 也就是说这个店家就是出卖人呢 到底要不要付物的瑕疵担保的问题 那么要付的话 那要具备这个几个要件 第一个瑕疵在交付的时候存在 第二个契约成立的时候买主不知道 第三个要件 那么双方没有免除的特约 第四个买售人不是从强制拍卖的场所买来的 第五个买主要通知这个卖主 如果符合这些要件 那么出卖人即使有这样的牌务 他还是要负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它主要的效力有四点 那么第一个解约 那么第二个减价 减少价金 那么第三个损害赔偿 那么第四个另行交付 那我们分别说明一下 这个解约呢 就是说如果出卖人要付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买售人可以解约 但是有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解约对当事人不公平的话 那么这个买售人呢 就不能用解约的效果来主张 或者说买了好几个东西 只有其中一个有物的瑕疵 就不能说因为有一个 其他全部都用解约来处理 这是第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也可以 这个买售人呢 也可以不用解约 请求减少价金 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第三种效果 损害赔偿 换句话说出卖人 如果担保他卖的东西 有某一种品质 结果没有这种品质 造成买售人的损害 那么他可以用 请求损害赔偿来主张权利 那么第四个 就是另行交付 如果是以指定种类的物 来做买卖的话 那么这个物有瑕疵 那么就可以换一个 没有瑕疵的物来替代 这是有关买卖契约 对出卖人的效力 那么在谈到 买售人的效力之前 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儿 有关买售人的义务 我们分四点说明 那么第一点 支付嫁金 那么这是买售人的 一个基本的义务 那么第二个 受领标的物的义务 如果买售人 没有受领的话 可能构成受领词言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 要重述检查通知 如果买售人 待遇通知的话 就视为承认 接受这个买卖的标的物 第四个 保管瑕疵物 如果买售人 收到的东西是有瑕疵的 可是在寿领地 出卖人没有代理人的话 那么要买售人 要暂时要保管这个瑕疵物 那么第三方面的效力 有关费用的负担的规定 那么先看 法律有没有特别规定 没有的话 那么就按照契约的约定 那么没有的话 看有没有习惯 那都没有的话 就看看法律的一般的规定 法律一般的规定 对于这个费用 是这样的 有关契约的费用 由双方平均负担 移转权力 运送标的物到清藏地 以及交付的费用 由出卖人负担 受领标的物 登记及送交清藏地 以外处所的费用 由买受人负担 那这是一般买卖契约的规定 那民法呢 还规定了四种 比较特别的买卖 那么这个部分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在这边多做说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契约 叫赠与契约 那么什么叫做赠与契约呢 我们看一个图 来跟各位说明 那么甲合乙约定 甲要送给乙的一栋房子 乙答应接受了 那么这样的契约 就叫做赠与契约 赠与契约的当事人 一方叫做赠与人 一方叫做受证人 也就是说赠与人和受证人的双方约定 要送给受证人一个东西 而受证人接受了 这个时候才成立了赠与契约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赠与契约的效力的规定 第一个 赠与人有移转财产权的义务 那么这是赠与契约的最基本的义务 第二个 有关赠与人债务不理的责任 这个部分比较复杂 我们举一个实例 来各位分别说明 富商王先生非常欣赏女模蔡小姐 答应送她A洋房 在两个月内过户 并找来公证人为契约做成公证书 问题一 一个月后因两个人争吵 王先生份额将A洋房烧毁 王先生的契约责任为何 那么经过公证 或者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 如果可规则于赠与人的私有来 造成给付不能的时候 那么受证人 那么可以请求 那么损害赔偿 但是不能够请求词严利息 以及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那么再看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 四个月后人未办妥过户手续 王先生的契约责任又为何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如果是履行道德义务 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 那么因为赠与人 给付词严 那么受证人 还是一样可以请求 给付 但是不能够主张 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以及词严利息 问题三 一个月后 王先生因为财务危机 一夕之间沦为赤贫 则王先生是否可以拒绝旅约呢 那么赠与契约约定了以后 如果赠与人 经济状况发生显著的变化 如果继续旅行契约的话 对他自己生活造成困扰 那么这时候赠与人 有拒绝旅行的效力 在民法上 又称这种权力的 叫做穷困抗辩权 那么再看第四个效力 赠与人 有没有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 原则上 赠与人不需要付瑕疵担保责任 那么这跟出卖人不太一样 但是有两个例外 赠与人呢 还是要付瑕疵担保责任 第一个 赠与人如果故意不告知 受证人有瑕疵 造成受证人的损害 还要负责任 第二个 那么赠与人保证 赠与物没有瑕疵 结果因为有瑕疵 造成受证人的损害 那么这个时候 赠与人很例外的 才要付瑕疵担保责任 那么再看 赠与契约的撤销的原因 那么有几点 第一个 未立自据 或者非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 而赠与物权利 没有移转之前 赠与人都可以撤销 第二个 有下列三种情况 赠与人得撤销 哪三种情况呢 第一个 受证人对于赠与人 或他的配偶 或他的直系血亲 或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 或二亲等内的姻亲 有故意侵害行为 依刑法有处罚名文 第二个 受证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 而不抚养 第三个 受证人因为故意不法行为 以致赠与人死亡 或妨碍其为赠与的撤销 有这三种情况 那么赠与人也可以将赠与契约撤销 好 这是以上有关 一般赠与契约的意义和效力的说明 那么教材上面还列了三种特殊的赠与 那么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在这边多做介绍 那么在介绍下一个契约 租赁契约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那么同样的 我们用一张图来解释 租赁契约的意义 那么租赁契约的当事人 一方叫做出租人 一方叫做成租人 就是出租人和成租人约定 出租人将物交给成租人 使用收益 而成租人支付租金给出租人 这样的契约就叫做租赁契约 那么民法对于租赁契约的期限 有两点特别的规定 第一个不动产的租赁契约 超过一年要用字据来定 如果没有书面的话 这个契约还是有效 但是它就变成了不定期的租约 那么不定期的租约 对于出租人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也要 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点 不管是动产不动产 租期一次最长是二十年 如果超过二十年的话 缩短为二十年 这是民法对租赁期限的 两个特别的规定 要请各位注意 那么再接着就看 那么租赁契约的效力 先谈对出租人的效力 第一点 出租人有交付租赁物 并保持合用状态的义务 那么这是出租人的最基本的义务 第二点 修缮的义务 成租人在正常的使用 造成租赁物的损坏 原则上由出租人付 修缮的义务 如果出租人不修 那么成租人可以自己找人修 但这费用可以请求出租人 还给成租人 第三个负担税捐的义务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没有特别约定 这个租赁物的相关的税捐的义务 是由出租人负担 比如说房屋税 地价税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都是由出租人负担 第四个 出租人也要有瑕疵担保的义务 也就是说出租人要担保第三人 就租赁物 对成租人不得主张权利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这个租赁物是房屋的话 那么成租人在租的时候 明明晓得这房子有倒塌的危险 或者放弃了中子协议权利 可是危害到成租人或成租人 身体健康的安全的时候 即使事先放弃 也一样可以主张终止契约 这是有关出租人的 瑕疵担保责任的一个特别的规定 第五个 费用偿还的义务 那么陈租人在陈租过程当中 所支出的必要的费用 那么出租人也不反对 那么等到终止租约的时候 在现存价值范围之内 要还给那么成租人 第六个 那么是不动产出租人的留置权 比如说 那么房客欠房东的房租 那么房东呢 就可以扣留 房客留在房东屋子里面的财产 那这是民法对于出租人的留置权的规定 以上是六个比较重要的 那么出租人的效力的规定 那么再接着看 对承租人的效力 第一点 承租人有支付租金的义务 这也是最基本的义务 第二个 承租人要按照约定的方法来使用收益 第三个 那么承租人有保管租赁物的义务 要尽到善良管理的注意程度 第四个 如果这个租赁物是动物的话 承租人要负担这个动物的饲养费 第五个 有通知出租人的义务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 或者危害到租赁物的时候 承租人呢 有通知出租人的义务 那么第六个 如果那么租约终止了或骑满了 那么承租人有返还租赁物的义务 那么最后一个跟各位介绍 有关承租人转租和转让的问题 什么叫做转租呢 就是承租人不脱离原租约 而将租赁物的一部出租给赤租人 这叫做转租 那么转租到底可不可以呢 一般的租赁物转租的话 要得到出租人同意 才可以合法转租 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这个租赁物是房子的话 只要原租约 没有明文讲说不能转租 那这个房客呢 就可以将房子转租给他人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房客可以做二房东 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什么叫转让 那么承租人脱离原租约 而出让给他人 转让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这是不合法的规定 那么第三方面 我们来看这个租赁契约 对于第三人的效力 这个蛮重要的 我们分两点来介绍 第一点 出租人在租赁物交付以后 在陈租人占有当中 出租人重将所有权 让给第三人 原租约对受让人继续存在 这是民法425条的规定 那么这规定非常重要 我们俗称叫做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我们看一个图 来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某甲 把这个A屋租给某乙 那么某甲 因为它是屋的所有人 所以某甲有权力 把这个A屋就卖给了某丙 那丙是新的房屋所有人 那请问这个某丙可不可以不承认 原来甲乙定的租约 那么刚才前面提到的 民法425条 那么这时候这个受让的某丙呢 还要继续承认某乙有承租的权利 那既然某乙可以继续承租 所以那么某丙可以要求某乙付租金给某丙 但是原来这样的规定的目的是在保护弱者的成租人 可是我们社会上常常有这样的现象 可能是出租人为了危害或者损害这个某丙的权利 故意串通一个某椅说他是房客 让这个某丙的权利受到损害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们民国88年修改载篇的时候 对这个有点补充的规定 换句话说有两种例外的情况 买卖又可以打破租赁契约 那么第一个例外如果这个原租赁契约 是没有经过公正的不动产租约 期限超过五年的 那这个时候甲丙的买卖契约 可以打破甲乙的租赁契约 也就是说丙可以不承认已是成租人 第二个例外如果是未定期限的租约 就是原来租约是没有定期限的 那这时候也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这两个例外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第三人的效率的第二点 出租人就租赁物设定物权 比如说地上权 以致妨害陈租人使用收益 那这个原租约对于物权的取得人继续存在 那么这一点跟前面的说明有点相类似 那么请各位自行参考 那么最后就谈到租赁契约消灭的原因 那么归纳三大点的原因 第一个租旗借满租赁契约消灭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租旗借满 成租人继续使用 而出租人不反对 还继续收租金 那这时候出租人就冒一个风险 这时候原来的定期的租约 就变成不定期的租约 那变成不定期的 那么出租人要想收回租赁契约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情况还要付一些什么搬家费等等 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么第二个租赁契约消灭 那么第三个有终止租约的原因 终止了那么契约也消灭 那么这个不定期的租赁 当事人原则上可以随时终止 但是要按照习惯要先通知对方 那如果定期的话 那原则上不可以那么中途中止 除非有法定的五种例外的情况 那这个例外呢 也请各位自行参考教材的说明 那么有关这个租赁契约的重要的内容 就像上面所介绍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纠纷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的 那么请各位参考教材和辅导周刊的补充说明 那么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下一个讲次跟各位介绍 四种有名契约 借贷 承担 旅游和委任 那么其中有关旅游是新的一个契约 都非常实用 请继续收看 再会